你会娶枕容的女人吗 来听听他们的想法 有人说可以接受吧 反正如果比起娶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女人结婚 我更想娶一个长得漂亮的女人结婚 即使她枕容了 我也觉得OK 我可以接受的 也有人说 嗯不接受 我这个人一直觉得吧 那再很重要 光靠一张脸是走不到最后的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再好看的容貌 她也会老去 所以我觉得外貌这个东西啊 不重要 还有人说啊 不可以接受 整个的东西那就不是天然的 如果孩子生出来很丑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种精英的东西那是改变不了的 为了我的下一代 我不能接受 换作是你 你会接受吗 为什么说结过婚的男性朋友们要吃南瓜子呢 民间有句俗语啊 实际枸杞还不如一斤南瓜子 这话不夸张 南瓜子它富含有丰富的果酵和维生素 这一块南瓜子呢是来自于新疆的阿列泰 它的个头大 颜色鲜营养足 原汁原味的壳都帮咱们包好了 直接吃就可以了 而且越嚼越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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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